大家好我是雷翁 今天要來看酷漫人對上哥德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很久沒有看到阿拉伯以外的地圖了 那這樣地圖很特別 因為它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一開始的村民術就有六隻 特別的多 所以開局的模式也會不太一樣 都一定要點這個織布技術 那本來是會配伺候的這個馬 也變成單純的馬了 那這個馬的話跟一般伺候比起來 就是不能去騷擾對手 但是我記得好像也不能拿去趕路 就只能拿去找到自己的牛羊之類的 主要的用途還是拿來探圖 跟馴服中武 那我們先稍微介紹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是庫曼人 庫曼人最大的特色是在封建時代 可以蓋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這就意味著它封建時代就可以開農 那庫曼人的封建時代 也可以蓋下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出衝車 但投石車不能坐 所以庫曼人也有這個封建快攻的選項 但是非常的罕見 不太會有人會這樣打 那後期的庫曼人的主持 主要是打這個清茶寶兵 還有打自己的遊俠 那庫曼人的遊俠呢 也是遊戲裡面跑得最快的遊俠 跑速最快的 15%的加成 那庫曼人的後期主要是打清茶遊俠 那當然可以配一些疾病喔 這都蠻適合他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那哥德仁最大的特色呢 是打這個犀牛 打犀牛的時候呢 有這個攻擊加成之外呢 吃鹿啊犀牛都可以吃得更久一點喔 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他在前期的經濟補正了很多 因為以往的哥德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喔 所以很容易被搞個一下 經濟落後 然後就會輸給對手 所以哥德仁有這個能力之後 就不太有這個問題出現了 反而可以讓哥德仁很容易活到後期 那哥德仁的這個文明呢 也是比較推薦的 要開農 一直打強軍師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經濟很差喔 所以就是要盡可能活到帝龍磁帶 才能把哥德仁的價值給打出來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這邊把這個路給圍起來 這一圈就可以在安全地方吃路 這邊這邊可能要趕快圍一下 或蓋個城門之類的 但我覺得蓋城門有點危險 可能蓋個房子 就差不多 這邊是在用村民趕路嗎 真的耶 哇 那這場比賽喔 是 Jordan對上Dout 兩位都是GL戰隊的頂尖選手 這邊馬有點撞TC 哎呀 直接送掉 Jordan直接打了11出來 好 哥德這邊是打3棒棒開局 那現在棒棒開局呢 騷擾力喔 沒有那麼強 但是哥德如果打棒棒開局的話 他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減免關係喔 可以出很毒子喔 哇 那他也用這個棒棒去敲對方的路 直接損失250肉 這個也是蠻有想法的 通常哥德這樣打的話 封箭時代也會升級裝甲步兵喔 所以這邊有要打算來去挖金礦 有下採礦營地嗎 有 雙人採礦營地 哎呦 這個是客家礦場 這個礦場營地可以 卡不到兩個 連這個石頭也可以放 我們都俗稱這個是客家營地 好 那這邊直接前線一個射箭場 哥德人看到直接馬上敲了起來 這邊棒棒一直出喔 出了六隻 七隻 海戰 他要出那麼多隻喔 哇 八隻 這就是哥德人阿 好 出到八隻之後 馬上升下裝甲步兵 在上方的位置 補下了一根劍塔 雖然有弓兵在射 但無動於衷 稍微把殘血往後拉 這射箭場可能會有點難修回來 左邊這根劍塔建起來 但是下方村民已經在輸出 但是也是順利的了 把這個射箭場給拆除了 裝甲步兵過來 第一時間收掉 Jordan的一隻村民 庫曼這邊直接損失四村 雖然自己的裝甲步兵也已經 慘到殘血了 但至少這邊還能再騷擾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 三隻裝甲 直接被承認中心射給一下 唉唷 這弓兵沒有控好 被打到了兩下 有點殘血 但是跑到了料王塔的射程裡面 裝甲步兵有點送掉的感覺 這隻直接被擊火 射一滴血 道德這邊 村民樹目前一隻都沒有死 但村民血量有點殘 待會可能就會出現死傷 他會檢視一下下 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這邊蠻關鍵的喔 這邊要怎麼處理掉 殘血的料王塔呢 這邊射一下 唉唷 但是已經被射出來 完蛋 果然被射掉了一村 但還可以 剩下四村 繼續往左邊 這邊想要再蓋一根新的箭塔 庫曼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小公一直在出 這邊裝甲步兵被射掉之後 村民眼只能往後逃 這裡又有兩隻裝甲步兵從正面走進來 但是庫曼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直接圍了起來 讓這個裝甲步兵沒有事情可以做 可能要去外面打個均勻之類的 這個射箭場硬打的話 也是有可能會被攻擊的 這邊割的人射箭時代就可以再出步兵 其實會有點危險 那其實這一招也是以前 這個Chip還在玩世紀立果的時候 最喜歡用的招式 以前在看他直播 都在看他打這個 裝甲塔 那裝甲塔呢 就是俗稱的裝甲步兵 配上射箭的烈望塔 那這一招通常打 就是比較分數沒那麼高的玩家們 會比較有用一點 對付頂尖選手們 他們的應對跟反擊都非常迅速的 那這招我覺得也是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的 就可以知道這招的威力強在哪裡 但用起來其實沒那麼好用 那這招基本上是任何地圖都可以打的 靈禁場啊黑森林 都可以打這個裝甲塔 但是每一張地圖的威力會不太一樣 像這種很近的地圖 其實裝甲塔就可以考慮使用 這邊用裝甲步兵去掩護村民 但這邊工兵數量有點多囉 7隻 哇這邊村民要損失掉囉 這裡可能扛不太住 村民會全部損失嗎 哇要死了6村了 雖然把劍塔硬蓋好 但感覺也扛不太住 應該很快村民就可以把這根劍塔給拔掉 太尷尬啦道特 兩邊村民宿現在其實差不多的喔 但哥德仁這邊經濟效益會稍微差一點點 但好像也沒差多多 因為JOTAN這邊拉太多村民了 他其實拉大概6、7、8村左右吧 差不多他剛剛拉到10村左右吧 十幾村過來硬打這樣 但他也是為了確保要打贏 所以才拉這麼多村 這邊劍塔繼續插 這就是我們的戰術大師DOT 瘋狂硬插劍塔 這邊取消 看來蓋不起來 插在一片後方的位置 這邊看到對手繼續蓋 因為很難蓋得起來的關係 這邊工兵可以直接出去 但是外面有毛兵等著 好 庫曼這邊也是打得非常謹慎 好村民繼續拉出來扁 但拉的村民數量還是有點多 又拉了11村出來 這樣道成奇是有點賺 他用這根劍塔去吸引對手來敲 敲這根劍塔 然後這些村民就沒辦法運作採資源 他自己只損失了三村的村民 沒有採資源而已 但在這邊拖到Judon裡大堆的村民 那目前看到哥德爾 這邊一樣毛兵繼續出 裝甲步兵並沒有按得非常多 稍微減少一下這個產量 看來是有點顧慮到肉量的問題 他肉現在其實並沒有到很多 只有一圈田而已 這邊毛兵繼續按 這裡補了一個工兵鎧甲 好村民兩隻直接上前 裝甲步兵要來補一下傷害嗎 應該可以收掉一村 沒問題 這根劍塔可能要取消囉 這應該村民可能會全部被射死 你等一下趕快走了 好直接取消 就等這邊兩根劍塔 慢慢防守起來 盜頭上面這根劍塔 雖然蓋好 但有一隻村民在這邊解 好像有點危險喔 這隻村民 哎唷 小朋友在對而塔起來 哇這個到處 有點太硬要了吧 庫曼這邊也是插得出來 就是要塔攻 那這邊搭配的是毛兵的關係喔 是被亮王塔射到沒有這麼痛 稍微能扛一下 唉唷 但是這邊又建了一根新的劍塔起來 毛兵可以收到一村沒問題 果然 哈哈哈哈 這一場在打什麼 有點看不太懂 好 道特這邊已經來到43村 目前村民領先5村喔 好 那這裡要再繼續搞嗎 覺得好像還可以 那現在有9隻工兵喔 都放在劍塔裡面去增加劍塔的傷害 那我覺得這9村喔 可以盡可能去 這個 哥德爾家裡喔 稍微繞一圈 雖然他一直有在出毛兵喔 所以可能也會有點難燒了 或者是要繼續追蹤這一坨村民 跟毛兵 毛兵血量其實蠻慘的喔 工兵過來硬撿應該是能解掉毛兵的 村民應該也是能解掉 就要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要不要 直接把工兵 不是道特 這個Jordan 庫曼人 要不要把工兵直接往後拉 去抓掉就好 就不用這麼麻煩 好 那左邊再蓋一個新的劍塔 基本上農田區域都已經獲得了安全 好 工兵直接到 哥德爾家裡 射掉兩村 小鎮 好 當然家裡有毛兵在防守 這時候哥德爾已經點下了城堡石袋 有點快喔 那庫曼這邊呢 則是有點 經濟不太協調 不到了石金 其實有點多 所以待會可能要下個市集喔 去做買賣 這邊可以收掉一隻毛兵 再一刀 可以收掉兩隻 第三隻能收得掉嗎 好收掉 剩下兩滴血 要撤了吧 硬要 直接被毛兵給投死 那到了這邊已經 上了城堡石袋的關係喔 待會 石袋有優勢上 他可以直接選擇3TC開農 或是直接城堡前壓 也是個選項喔 那這邊石頭有要再挖嗎 有 剛剛看到石頭歸零喔 想說怎麼沒有再挖 所以待會 深城堡石袋 直接 開始前壓 對他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因為現在離得這麼近 軍事上來說 他現在也不會輸給庫曼人 這邊村民直接被抓掉 這邊繽紛四路 這隻村民要被 找著喵喵給刷死了 好射死了這隻鱷魚 這隻工兵也在追 射不太到 這裡按了一隻肉 但時代上已經落後有點多 這邊又補一個市集 OK 吃好要再繼續往上走嗎 好直接來壓寶了 沒問題 這裡壓寶喔 可以拆掉兩根箭塔 還有射箭場 能拆到東西其實還不錯 那庫曼這邊上城堡 時代喔 可能要補一棟城堡 大概 插這個位置吧 把這個房子滴掉 插這個位置 不然就是要 放這個位置 要把這個農田也滴掉 無論如何都是要滴農田 不然就是要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盡可能守住自己的農田區 跟金礦 因為如果你不插這根城堡 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台尾他的矛兵跟弓兵 或是投石車 都可以直接從這個位置 燒了你這邊的金礦的村民 跟農田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棟城堡 去克制對手 利用自己的安全城堡射程 去做出反制 好 那後面的弓兵走到了後方 這裡沒有打算生成奴兵 站往前 而是直接要硬射了 好 一隻收掉了 沒問題 兩隻也可以 那哥德這邊的反應也是蠻快速的 一看到就馬上收 還是損失了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庫曼這邊是補下了馬舊 這是雙馬舊嗎 雙馬舊出騎士 但現在剛剛由於黃金喔 買了太多肉 所以現在沒有太多的黃金可以出騎士 那看來要不要出草原騎兵 比較省一點 好這邊出草原騎兵 那哥德這邊是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直接硬尻 嗚 傷害有點痛喔 小心 因為哥德衛隊這個時間點 是比草原騎兵還要痛的 草原騎兵基本傷害只有九弓喔 哥德是十弓 而且這邊還有點下 一弓的鍛造技術 所以哥德人目前 是優於草原騎兵的 那草原騎兵 盡可能要用自己的一弓的射程 去做拉打 才有機會打得贏哥德衛隊 好 這邊想要就去疊起自己 草原騎兵的數量 那騎士庫曼喔 也可以考慮喔 像蒙古阿 或是打打之類的喔 遇到這個隊型喔 直接出騎士加草原騎兵打 也是個辦法 因為騎士更坦一點 而且血量上來說也比較多 血量100滴 草原騎兵只有60滴喔 少了40滴血 怎麼覺得 這個按隻騎兵比較好 按個騎士喔 草原騎兵好軟喔 這裡補一根城堡 怎麼只有一個人在蓋 庫曼罐老闆 藝人蓋寶 血和勞工 哎呀哎呀被打 好好好說春 OK 哇 家裡被哥德衛隊鬧到有點 有點忙不過來了 而且哥德衛隊很能扛箭矢 趕快找個機會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要拿多一點錯名之下來 應該會比較好 跟城堡一蓋好之後 哥德衛隊被城堡射就會很痛喔 不然只靠城鎮中心的箭矢傷害 是扛不太住 哥德衛隊這樣子騷擾的 好 上面再稍微收村一下 城堡的傷害還是比較好用 直接收掉了大部分的哥德衛隊 基本上這隻應該逃不掉了 這邊是直線路 哎呦剛好收進去 OK 居然跑掉了 那目前看到哥德人這邊是49村 對上庫曼是4村 說明差距被打得出來 哥德這邊是2TC 不問問等喔 但是後方有草原騎兵 城堡一蓋好 開始按清茶囉 轉出清茶 對哥德人來說也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清茶這個單位喔 他是算是工兵單位 但他是散彈馬功的關係喔 其他箭矢都可以打出一滴血傷害 數量一多的話 打哥德的衛隊其實也是蠻痛的 那就看哥德這邊要不要轉一些戰毛兵出來擋一下 但是現在哥德是不知道有轉出清茶的樣子 應該如果有看前方有看到旗子的話應該就會發現喔 好 那就來看一下哥德會怎麼應對清茶 因為我印象中哥德未對打清茶也不太好打 主要是跑太快了 然後箭矢數量又多 好 這邊遭想一下 OK 這裡開出了第三棟城鎮中心 開在下方的位置 好 兩邊城堡直接互射 但目前沒什麼開打 稍微快進一下 草原起兵一直想要找機會打 但是僧侶的擺放位置還蠻OK的 好 向方各的衛隊再次騷擾 好 但清茶出來了 好 開始能擋住正面了 好 撲下了二級攻 其實射起來哥德位隊血量扣蠻快的 好 那由於哥德現在還沒有點下 無政府狀態喔 現在要產出哥德位隊喔 還是要經過城堡 好 無政府狀態點下之後 才可以產出 在軍營裡面產出哥德位隊 好 這邊清茶拉達 輕輕收收收收掉了哥德位隊 好 這邊目前暫時是用聖旅檔 OK 哥德位隊也是被射到飄飄的 好 越多清茶走路過來 那我覺得清茶這個單位喔 城堡時代是他最強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三級攻的關係喔 所以在城堡時代二級射的情況 他的射程是很正常的二級射的射程 比一般奴兵稍微少了一攻的射程 但是用起來比帝王時代更強大一點 我覺得清茶的精華點 就是城堡時代這個時間點 那帝王時代還是要轉出遊想 會比較好 其實跟西班牙蠻相似的 那西班牙怎麼打 清茶也就怎麼打 所以我覺得哥德現在轉出奴炮 或是戰毛兵 都是一個處理的方式 這邊3TC展開 喔不 只有4TC了 這5TC喔 道德這邊直接暴農一波 清茶這邊則是慢慢補下自己的3TC 因為清茶其實是很吃木頭的 木材消耗非常兇 還有黃金 好 這邊往下走 欸 點下銀罐喔 無政府狀態已經補下了 看來還是要來打一個 軍營爆哥的衛隊的一個想法 好 這邊清茶第一時間點掉奴炮 奴炮修得回來嗎 好像可以 左邊這一台有機會 哇 這裡損失慘重喔 庫曼這邊打不掉這兩台奴炮 承受到了非常多的串燒傷害 右邊有少量的草原騎兵過來 這時候庫曼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來到一個不錯的狀態 那下方這邊喔 已經有哥德衛隊的軍已經蓋好了 所以待會這邊哥德衛隊還是能出來 抵抗一下 哥德衛隊打工兵單位有外傷害加成 所以只要4刀 就可以解掉一隻清茶 其實很快速喔 兩刀 三刀 四刀 解決 上方的哥德衛隊也是開始 直接A了上去 不想控 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庫曼想要反頭打的話 他就需要耗費更多的控制力喔 跟手術去處理這些的哥德衛隊 那哥德衛隊繼續按 喔 越按越多隻了 哥德也補下了手推車 兩邊經濟現在來說是 哥德人這邊是大優 村民處現在是82吋 對上110吋 村民差距約30吋左右 這裡補下了一擊馬侃 當然是有意想要出騎士喔 來擋哥德衛隊 我覺得騎士還是比較適合啦 草原騎兵的話 坦度不太夠 數量不多起來還是有點難用 尤其是庫曼這個文明 畢竟打打跟蒙古 草原騎兵還有血量加成跟防禦加成 但庫曼就只有 速度 移動速度加成 用起來就會有點 微妙 沒有那麼好用 這邊稍微收村 哥德衛隊找不到目標 這個怎麼太奴好走到這裡 好 現在哥德補下了衝車 難道正面印都了 哇 哥德這邊打得有點陰藥 但我覺得打得還不錯 因為你還是有貼到對方的馬攻單位喔 就不虧 這裡收掉非常多隻的青柴耶 街上你看超多青柴的屍體 哇 這邊 哥德這波鬧到 庫曼這邊經濟有點慘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了50村以上 哇 下方這裡 一大堆的村民都在農田裡倒下了 這邊部分雖然已經產出騎士 但第一時間還是沒有辦法擋住 擋住哥德衛隊的 大量步兵噴出來的那一瞬間 現在是上下兩邊 都有哥德衛隊在做騷擾 好 那金礦可能要多挖一些殘忍去產出 更多騎士喔 現在皇帝有點缺乏 哇 忘記點 一級挖金 難怪這麼缺金 然後奇怪庫曼人好缺阿 兩面都是剛剛點下而已 那城堡也被頂 但是後面有青柴應該能擋住 好 更多的哥德衛隊走了過來 青柴要先撤退囉 哇 青柴第一時間被貼上 損失非常多數量 但後方有一些騎士過來幫忙扛正面 但青柴的數量已經被打到只剩下7隻了 現在出更多騎士出來扛住正面 沒有問題 好 哥德這邊 沒有放棄 繼續產出更多的哥德衛隊 現在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了快到一倍啦 好 昆蠻在裏補下了一攻 增加一下騎士的傷害 因為現在數量夠多了 十字 補一攻的話 確實能增加騎士的抵抗能力 但是哥德衛隊越爆越多 現在右上角這邊已經顯示了35隻哥德衛隊 還在按 好 這邊想要跟後方哥德衛隊一起做集結動作 但7隻應該可以回頭反打 那後方這裡是有打算用幹嘛嗎 沒有石頭往前 也不是蓋寶 是在找野礦的樣子 下從這裡 好 這邊又一次排開 哥德衛隊騎士 輕查 直接碰撞起來 但道特這邊創民術已經來到了 大約150村 這時候Jordan已經打出了 GG 哇 道特這邊倒得非常漂亮 哥德衛隊出了150隻的數量 160 那村民這邊則是五座城鎮中心 直接開農起來 有這麼多的村民跟農田 73片農田 非常多 這麼多片農田就可以支持 這邊大量軍農 產出各的衛隊 一直瘋狂前壓 只要不是遇到城堡 通常都是可以打得贏的 但是根據察覺被打出了這麼大一片 也是因為庫曼 這邊是選擇了清查開局 那清查開局的話 我覺得問題是說 這個單位 遇到大量哥德衛隊來說 如果自己數量不夠多的情況 還是很容易被壓回去 一定還是要出點騎士來打 不然就是要再加自己 家裡的附近農田都要蓋下很多城堡來防守才可以 這是一個庫曼的城堡時代對哥德的一個問題點 那我也覺得也是因為 哥德這邊有即時轉容的關係 轉出5TC 然後用自己的奴炮 稍微修一下奴炮 然後用奴炮反擊一下清查回去 才打得很好 不然那些清查在第一時間是很難解掉的 這也是道德這邊打得很漂亮的一個關鍵 好 稍微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道德這邊拿到全部的勝利 畢竟村民都已經贏了一倍 那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就只有這個一級挖金 兩邊都是48分左右才點下 這個有點晚了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今天相似的影片 我們就記得要收集小點 我們下次見 您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在一起